我想今天是一個對18歲投票權 一個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個起跑點 在我們今年6月 我們在同樣的地方 我們在推動這個希望 有渴望可能成為台灣的憲政史上 第一次有人民的修憲公投 那就是希望能夠交付公投的 就是18歲投票權這樣的修憲案 但是很可惜呢 這個修憲案就在這個地方 被一部位國民黨團強行用再次投票法 18歲投票權這樣的議題 最後崩壞成一場 所以當時我們做第一次求生 我們絕對會在求管現場 繼續來推動18歲投票權這樣的修憲案 我們絕對不會放棄喔 所以我們今天18歲 我們來推動聯盟再次來到我們立法院的門口 我們希望今年第二屆的這個全國青少年投票日 能夠更積極的來推動 要求我們將來的新國會 能夠去正式這樣的一個名義喔 尤其我們在去年第一次的全國青少年投票日 就已經有一萬三千名的青少年參與這一次的投票 當中也有81%的青少年認為 18歲投票權是一個最重要的修改方向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針對第二屆的全國青少投票日 要來做這樣的一個乞討的一個記者會 那首先呢我們先請我們的青少年的全國青少年代表 來演出行動日 那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稍微讓一下 讓我讓大家 今年朋友 他們要演出行動日叫做 告別救國衛 18歲要投票 來來 在台灣 有一群是對國家民不要求 卻沒有辦法維持權益發聲的年輕人 今天來到民法面 有話要對那些應該為人民發聲的立委們說 讓我們在這裡一起聽聽他們的聲音 第一位 胡同學 來 國家... 國家都18歲 叫做當地保家衛國 中國是因為我們是大人 但是18歲還沒有投票權 這樣還有不到嗎 來 第二位 演員同學 請問你要說什麼呢 你好 16隊有收入就要依法繳分 但是都到了18歲還沒投票權 這樣像話嗎 嗯 好 真的是不像話也沒公道 來 第三位 張同學 請問你要說什麼呢 18歲的國家都說我們必須負完全行事責任 他們說我們已經是大樂了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18歲為什麼不能投票 請問這樣合理嗎 已經要負完全行事責任 可是還是不能投票 這樣合理嗎 第四位 最後一位 陳同學 民主 為民主打拚的民主前輩們 你們知道嗎 全世界民主國家 只有台灣青少年18歲還不能投票 沒錯 只有台灣在日本通過以後 只有台灣18歲還不能投票 最後我數到3 請年輕朋友們大聲說出你們的心聲 來 1 2 3 請國會員們 不要成為地道事件民主逃流的強風管 同學台灣是到年輕人投票權 道別救國會 十八歲要投票 好 我們現在請所有的朋友跟我一起喊 道別救國會 十八歲要投票 好 我們給年輕朋友力量一起踢倒 阻礙世界民主潮流的強風管 1 2 3 踢 好 謝謝大家 是 我們剛剛的今年朋友已經把我們這個 阻礙台灣的這個民主的進步的小破塊 把他踢倒了喔 這樣可以嗎 好 因為好像是要踢第二次 好 謝謝我們的去年朋友 但我想他們還有一些是跟大家講的 是不是我們先請紹台 來吃麵服 好不好 來了 謝謝你 謝謝你 十八歲頭盤就是 藍玉兩黨之間的公式 可是在今年616 開國一 開國一喔 真的因為國民獎的不再次投票跟 都在同意前 就在後面的立院中 他們的協商破裂了 我覺得很憤怒 然後 我也問過去一下很多老師 他們支持十八歲投票 有些老師卻跟我說 他們不支持十八歲投票 原因是覺得說十八歲投票 他們覺得 台灣青年十八歲還沒辦法做好的政治判斷 可能會被副國民黨投什麼 或是投錯票 可是我認為說現在青年已經具有獨立思考能力 可以從這次暑假的反課綱為條 可以看如果台灣青年知道不能賣國民黨做了這個磨滅事情的 磨滅歷史的課綱 所以他們站出來反對這次的課綱為條 然後也有老師認為說 十八歲投票不關他們的事 因為他們已經有投票權了 可是我覺得十八 這已經關係到他們孩子自己的未來的權利 然後接下來在十二月中 會舉辦一個全國 針對十五歲到二十歲的青年投票 我希望可以模擬明年大選 我希望我可以投出自己心中所期望的領導人 然後我再次也呼籲反律兩黨再下次的修憲 比方是因為政治鬥爭而受害我們的權利 然後我也希望明年的大選 大人們能夠深思熟慮之後投下總統跟政黨票 不要影響我們自己台灣青年的未來 好謝謝 好謝謝少海喔 他講出了他的心聲齁 希望在這次等模擬投票 他也能夠表達心聲即使是模擬 好來 請念品 好 為什麼我們還要支持十八歲投票 因為我想知道你有反對 所謂法制除了界定政府與人民的權責之外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要提升公民的資料 而為了受到更好的證明 在本地現實的企業民主持續下 提升公民在公民的投票 是非常機有效益的方法 十八歲是請你們上大學的提醒 公益具備足利速度的能力了 唯一的是 如果請你們想要關注公共失誤 竟然無法獲得最簡單最基本的一張選票 難道大學生們 他們想要影響工作失誤 只能透過 審判進去後面流行嗎 在這八年來我看到 關於 關於公民運動是非常沒有效效 沒有任何作用的 我現在十六歲 早在國中時已經開始關注公共議題 但我承認目前 中等教育的風氣 並不適合擁有這個公民權 但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們 理想中的自由風氣 竟然連最基本的一張選票都沒有 我覺得實在非常詭異 好 謝謝念卜 他非常清楚地點出 現在在校園當中 事實上並沒有促進這樣的一個 公共的議題的討論 他們都是必須要自行去摸索 那特別現在我們在定的二十歲投票權 如果在中學階段沒有辦法達成的時候 在大學階段 事實上也缺乏這樣的一個討論 也必須要由這個學校的教育體系 包括老師能夠一起來推動 我們謝謝邵凱跟念卜的精彩發言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我們今天邀請幾位出席的團體跟代表 來說明我們今年的投票日 到底要怎麼執行 那我們為什麼要鼓勵我們的青年跟青少年 特別是十五到二十歲的青少年 我們去年是十六到二十歲 今年擴大到十五到二十歲 為什麼要到十五歲 因為去年其實就有很多國三的學生 一直跟我們講 他們非常希望能夠親自參與跟體驗 這樣的一個假投票 跟模擬投票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知道日本 因為去年 今年已經通過了下周十八歲的這個投票年齡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教員做非常廣泛的 這樣模擬投票的一個模擬的行動 包括提供這樣的投票指南 那其實台上網跟我們聯盟 其實過去長年以來都在推動這樣的模擬投票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這些事情原本是我們的教育跟政府部門 應該要積極去推動 因為是最好的一個直接的公民教育 但是卻要由民間這麼辛苦推動 所以我想我們所有今天的很多公民老師 也站出來 歷史老師也站出來 那我們都很關注 下一代的這個青少年 他們的這個公民的一個教育的養成 那也希望號召更多的青少年 能夠響應今年第二屆的全國青少人投票日 尤其我們今年又多加了一個亮點的活動 就是12月12號我們還有遊行 所以我們希望站上街頭來號召更多青少年 自己來關注自己的公民權益 好那我們首先就先請我們的全國教師 全教總的詹正道老師來說明 我們今年的這個投票到底誰可以投 還有我們的這個全宗教的黃耀蘭老師 還有歷史生跟各方聯盟的黃慧珍老師來說明 往前 各位好我是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的詹正道 我是國中的公民老師 今年我們很高興能夠呼籲全國的高中職 那現在看起來連國三都可以 如果國中也可以加進來那更好 我們昨天已經把所有的設立投票所的放名網站 還有說明全部發到全國的各高中職去了 也呼籲我們的學校都能夠主動加入 老師也可以個別加入 這是一個可以當作全校或者班級公民教育的行動 那剛剛我們那個大華姐說過了 其實日本通過之後就開始積極的 這個讓我們的新的投票權的人就開始模擬投票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公民教育活動 投票它是需要訓練的 訓練一個理性的投票行為 那這一次的投票 投票的有投票資格的人 是15歲到20歲 也就是說大部分是我們高中職還有專一專二 還有大一大二的學生 那如果國中有 當然更好 因為有些國中生已經滿15歲了 那最後呢 還是要呼籲我們全國的校長 全國的主任 全國的老師 不只是公民老師 我們可以主動加入這一次的這個投票行動 當成公民教育 那請上我們的網站去報名 或者說 如果你覺得不知道怎麼報名也可以聯絡我 我是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張正道老師 謝謝 謝謝張老師 接下來請我們黃耀來副理事長 好 各位好 那我們這一次 第二屆全國青少年投票日 應該講說今天正式起跑了 那在去年我們第一屆全國青少年投票日呢 總共在校園裡面設了40個實體的投票所 那總共1萬多個學生投票 那去年縣市長投票的時候 事實上年輕人他們想法事實上是很前進 而且很精準的 去年縣市首長的這個投票 我們有設投票點的這些縣市 青少年的投票的結果 跟最後所得出來的投票結果 一模一樣百分之百命中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從去年第一屆我們就認為 青少年絕對有人力 絕對有自己的主觀的這個認知的人力 可以做投票的動作 所以我們今年在做第二屆青少年投票日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在強調 那要怎麼樣進行這個投票呢 總共最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呢 我們要什麼時候投票 就是第一個有線上投票所 線上投票所呢 從12月14號到12月25號 那請各位有意願的年輕人 可以直接上我們青少年投票日 還有我們這個18歲公民權投票的這個首頁 18vote.org.tw這個網站 就可以進行線上的投票 再來第二個是校園的投票 那我們在12月14號到12月25號 在全國的各高中職以及大專業校 有設實體的投票所 那我在這裡也要呼籲 現在在學的這些年輕人們 可以跟我們聯盟聯絡 也可以上我們聯盟的網站 留下您的訊息 然後來申請做實體的校園投票 讓青少年的意見可以表達出來 再來如果貴校沒有實體的投票所 也沒關係 我們在12月19 在全國各地有設實體的投票所 包括在教會 包括在一些青少年的活動中心 我們都設有實體的投票所 那如果你的學校沒有設實體的投票所 你可以在12月19號進行實體的投票 那我們實體投票的部分 最主要有三張票 這個部分我們再請慧珍老師來 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的黃慧珍老師 好 來說明 大家好 我是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的發言人黃慧珍 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其實人類發展史上面 投票權是不斷地向下滲透的 因為民主化的過程是沒有寂靜的 所以我們希望台灣也能夠走向這個民主化的歷史潮流 走向這個民主化的歷史潮流 然後把投票權能力能夠向下修正 作為一個高中教師 我對我們的高中教育非常有信心 我們的年輕人是已經有足夠的資訊跟判斷能力去做這樣的投票 所以我們今年的投票呢 學生有三張票可以投 第一個部分是要來他們進行模擬2016的大選 他學生可以選投總統票以及政黨選票 另外一個部分也是要針對未來可能發動的修憲案 然後呢有一個模擬公投榜大選的一個公投案 也就是說是不是同意把憲法133條的投票年齡的限制 從20歲下修到18歲 所以我們每個同學都可以投三張票 那我們也希望這已經有投票權的朋友 這些成年朋友們可以來支持 來鼓勵年輕人為他們的權益 然後呢為他們自己發聲的管道來進行這樣子的投票 所以我再重複一次 會有三張選票可以投 一個是總統大選票 一個是大選的政黨票 另外一個是公投票 那有關於這個票 這三張票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我們請公民教師行動聯盟的華益中老師來幫大家說 我們請熱血教師來講幾句話 就是其實剛剛前面都講得不錯 我只是心裡覺得很心酸 在今年的六月 我們也在這邊靜坐 那個時候正準備要希望 國會本來有一絲絲希望說 要通過18歲的這個修憲案 然後併在明年的大選來投票 但是某特定政黨為了害怕年輕人 因為他知道年輕人不會把票投給他 所以他在裡面讓這個修憲案破局 讓我們在這邊整天坐在這邊像個白癡一樣 結果到了現在 我們還要搞這種所謂的模擬投票 辛辛苦苦找那麼多學校 不去存 就是某特定政黨 我跟你講 全世界最愚蠢的政黨 就是選擇跟年輕人為敵的政黨 你輸掉的不是只有下一次的選舉 你輸掉的是下一個世代 所以 躲得了一時 躲不了永遠 你今天再這樣躲下去 我跟你講 你今天不只是躲今年 你躲明年 躲後年 你永遠躲下 你永遠選擇跟青少年為敵 你永遠躲在後面 你永遠就是歸孫子的那個叉叉黨 我就不說那個哪個黨 搞得我們今天還要在這邊開記者會 然後搞這個模擬投票 我們有變那麼辛苦嗎 我們有變那麼委屈嗎 我們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為什麼要在這邊搞這種東西 就是因為被這種害怕年輕人的政黨 搞到這種地步 所以我今天就是來發洩不滿的情緒 是 剛剛你沒有讓你去踢那個 蕭波塊是不對的 等一下我們會再踢一下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好啦 謝謝 那這位我們請我們的 老師您哪位的公平老師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李慧仁導演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慧仁 我記得去年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我去當公共電視的老師 您哪位的那個代課老師 剛代完課沒有多久 然後那時候我也提到說其實 剛剛洪老師講說我們的高中生 其實對很多的議題都非常的清楚 腦筋非常的清楚 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連國小的學生 其實14歲的朋友 他們都有很獨立的思考 然後甚至他們在做的事情 都比台北市議員做的還要好 我就覺得說奇怪 他們能做那麼好 你為什麼不給他們機會 所以那是去年的事情嘛 結果後來老師您哪位播完之後 然後其實好像那時候 在社會上沒有太大的聯誼 結果反而是今年的五月份 才掀起了聯誼 為什麼 因為柯P要把 那個免費的牛奶的那個政策改變 然後就有網友把那個影片 放到那個網路上面去 結果很多人 很多網友就開始酸酸說 那個我們的好前市長說 豆漿含有百分之九十的鈣這件事情 那很多網友就講說 你要吃豆奶 九十分 你吃一口比較快 然後他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多人講說 這些小學生根本就是那個 李慧仁訓練出來的太陽花小報名 然後等等之類的 他怎麼會講出一個 那樣的有深度的話 因為我覺得說 各位如果你看過那部影片 短短的二十幾分鐘 你可以看到 一個國小六年級的學生 他講出了一句 讓我們都很值得深思的話 他們去找好前市長做訪談的時候 好前市長就不斷的呼嚨他們 然後到最後那小學生講說 他們今天來看到的是什麼 一個有詮釋的人在那邊賣弄知識 這是多麼一句值得我們深思的話 所以後來 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就很多人開始攻擊我 攻擊那些小學生 然後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這部影片結果就在 三個禮拜前 然後得到了兒童節目的奧斯卡的那個 NHK的日本大賞 那我必須要告訴各位說 這個代表了什麼 國際認證官僚的傲慢 還有愚蠢 謝謝 好 我們非常 真的是要給李導演一個鼓掌聲 真的是 不簡單啦 我們自己在台灣都會覺得 小孩子無心無意 都不太重視他們的意見跟想法 那他們的意見跟想法 透過很多的訊息管道傳送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拒絕去探見 特別是這些當權者 或是某特定政黨 對 但是我們今天站在這邊 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為什麼要重返現場 就是我們要告訴這一些 過去救國會時代 阻礙這個民主主流 十八歲投票權 公民權參政權的這一些 舊的政客 你們今年要面對檢驗的 就是明年的大選 我們不再對你們抱任何的希望 所以我們這次 不只是要擴大我們的模擬投票的對象 而且我們還要走上街頭來捍衛 我們所有這些青少年朋友 自己站出來 來表達他們的意見跟想法 那我想剛剛念璞也講了 好像他對於中學校園的公民教育 蠻失望的 所以你也聽到 我們前面這麼多 這麼多的老師 都應該有 讓你應該有些心理上有一些這個支持 事實上不要輕易的放棄 也不要輕易的失望 這個投票權運動會繼續下去 那我們希望就是要告別救國會 讓新的政治 讓我們的世代爭議 可以翻轉我們的未來的國會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此刻就可以站出來 雖然救國會不給你這張票 我們民間團體 我們的聯盟 我們這麼多的老師 都願意站出來 去捍衛你們擁有這張 18歲公民權世代正義的票 那我們最後就是請大家 一起來到前面 我們很多團體 一起來 今天陣仗很大 雖然沒什麼媒體 但是我們不會放棄 好不好 好 謝謝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喊 來 跟老師一起喊 可能要兩個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一起好 來 告別救國會 告別救國會 十八歲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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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別救國會 告別救國會 十八歲要投票 告別救國會 十八歲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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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那也請大家 各位老師繼續號召 還有我們民間團 繼續號召 我們的青少年朋友 十二月十二號到二十五號 這之間 我們要進行我們的線上 跟實體的投票 還有街頭的投票 好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哈哈哈哈